差不多三歲的時候患了腦瘤 我做手術之前就覺得很害怕 不凝固 整個人都覺得有時不舒服 我覺得最開心的就是 我終於得好回去 可以見到一些同學 康復的過程 這條路真的很難走 因為最初知道有病的時候 真的好像天塌下來一樣 因為大家都知道 照顧一個癌症的病人真的不容易 其實一個小孩患病 其實是整個家庭都改變了 其實大人真的要承受很多壓力 我記得小孩患病的時候 因為真的很小 其實仍然是一個很需要照顧的階段 所以我一知道他患病的時候 其實本身是在職的 那馬上就真的不能再上班 我十歲的時候 就知道自己患了一個淋巴瘤 然後醫了一年之後才康復 最初接受化療的時候 就很不舒服 我經常都會肚子 經常吐 經常吐 經常吐到 我吐完東西吃 吐完黃膽水 之後就好了 但是 因為我知道要開學 但是同學都升了班 就會很害怕 在確診的時候 醫生進來的時候 第一件事就說 不可以上學 我真的很不開心 因為 學校有一班很好的同學 我想讀Biochemistry 因為我自己想在研究這方面 可以出一份力 特別在癌症研究這方面 mammals 因為在研究什麼 我已經在研究什麼 我已經很悅